八个印寺原本愁愁满志 准备一举查清刑部的冤狱 但不曾想宰白鹅的竟是自己最心腹的两个兄弟 九爷印堂和十爷印鹅 鹅的银子还被自己给使了 于是他便不得不草草的收场 十月初六康熙皇帝寻幸承德离宫 这个承德离宫的前身就是热河的行宫 如今也叫承德避暑山庄 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 占地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 阴山旧水藏风俱气 布局工整也去天城 是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极大成者 自康熙一将 清朝的皇帝每年都有大量的时间铸臂在此 既狩猎度假又处理军政 还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教首领 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俨然就是一座陪都 康熙此次的出行事宜 皆由八个印寺一手操办 仪式被办得十分隆重 康熙的性质也很高 一到成德离宫就接见各蒙古王 并且赐宴 第二天他又带着所有的人到福田围场狩猎 福田围场是皇家的御用狩猎场 里面被放进了许多的野兽 康熙有意在蒙古诸王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儿子们的本领 便拿出来了一柄黄玉如意作为奖品 哪位阿哥最出色就可以得到这件赏物 要知道这把明皇如意可是前清宫的正宫之宝啊 众位阿哥一剑都来了兴致 各个弯弓搭剑人人挥刀挺枪 杀了个天昏地暗野兽们尸横遍野啊 最后一统计却是十二个印额名列第一 其实这是印堂和印额两个人做的手脚 把俩人的猎物算在了一个人的头上 康熙虽然心里清楚 但怎奈有言在先 所以他也只能把如意赏给印额 印额正要上前领赏 十三阿哥印祥不服 他对着康熙说 早知道兄弟们会猎也斗心眼 那我也作弊 康熙的脸刷了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说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呀 印祥回想着这些日子 自己在刑部和户部受的那些个窝囊气 他满腔悲愤哽咽着说 儿子反正也是多余的人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黄阿姆您自己保重 随后抽刀就要抹脖子 在一旁的刘铁城和德伦泰等一干示威 赶紧一拥而上 夺下了印祥手中的刀 此情此景 把个康熙气的啪了一下 把那柄玉如意摔了个粉碎 一见西式珍宝就这么over 好好的一场围猎 乘性而来 败性而归 晚上印真印祥兄弟二人 与乌先生一边饮酒 一边议论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乌见狗儿神色慌张的进来禀报 说太子来了 如果乌某所料不错 太子要坏事 这当口 他是个是非之人 请十三爷待见一下 他扔什么 你接什么 接了什么 放什么 一句此事话也别说 印祥来到前堂 见了太子说我四哥喝多了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太子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太子走后 印真对管家高福说 你把狗儿和家人们都聚在一起 传我的话 今天晚上的事 谁要是敢给我走漏了风声 我灭他满门 高福吓得懦懦的连声退了下去 印真早就知道此行风险 于是他提前就写信 把年庚瑶和戴朵两个人叫到了成德 以防不测 此时这二人一见四爷十三爷和乌先生 在屋里开秘密会议 就一人搬了把椅子坐到门口 像两个门神一样的亲自把风 印真听着印祥叙述述着刚才和太子的谈话内容 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所以然 说太子也真是的 大半夜的巴巴的跑了来 又吞吞吐吐的不把事情说明白 这个叫人怎么猜呀 不想乌司道仰天大笑 说四爷您真是呆呀 这还用问吗 太子深夜而来 明摆着是士气仓促 欲言又止 显见是有难言之隐 有什么事会导致太子被废呢 不是造反就是丑闻 太子要谋反 他不可能不合十三爷商议 既然没合十三爷商议 那就说明不是谋反 因此必定是宫廷丑闻 此时坐在门口的年庚瑶说 吴先生 四爷可是太子的人 太子出事可不是四爷之福 您怎么好像显得还很高兴的样子呢 吴司道说 亮宫 亮宫就是年庚瑶的字 说亮宫 你有没有读过一经啊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太子若是一座冰山 那就不如没有 随即 吴先生就说道 四爷您得马上烧掉 从前太子给您的所有的书信 年亮宫在外带兵呢 他要避嫌 今儿晚上就得搬出去 这里的驻军是原来古北口的兵 都是十三爷带出来的 从现在起 十三爷要谢绝接见所有的军官 这样一来呢 军国大事咱们就都给他撇清了 别人也抓不到咱们的把柄 咱们就来个静观其变 天家横溺于君子 十家福于君子 我料定今天晚上还会有消息 几个人刚刚商议停荡 高福就进来传话说 德伦泰军门来传秘纸 乌斯道微微一笑 来得好快呀 亮宫 老代 咱们三个人回避 三人退出之后呢 应真应详就赶紧接圣旨 这个德伦泰啊 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 但是此人是生于1749年 那个时候康熙已经死了快30年了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不可能见面的 但咱们既然是说书 还是以小说的内容为准 在这套书里呢 德伦泰就是康熙的贴身护卫 也是蒙古摔跤的第一高手 十三阿个印祥号练武 故而他和德伦泰的私交甚好 德伦泰来传圣旨呢 大意就是说 从现在起停用太子的一切殷袭 皇宫的护卫工作 和热和的这个驻军的调度 由其他的几位皇子和上书房的大臣 共同负责 任何人不准擅自调动兵马 为了安全 康熙又紧急加方的大阿哥 三阿哥 四阿哥和八阿哥为亲王 并且让所有的阿哥们 立刻去皇帝所在的戒德居后旨 德伦泰传完了圣旨 印祥就嬉皮笑脸的 让他留下来喝两杯 德伦泰说十三爷 今儿实在不能从命 我还得去冷香亭继续办差 说罢呢 他就带着人风机火燎的走了 乌思道沉吟的问道 冷香亭住的是什么人呢 印祥说那我哪知道啊 印真犹豫的说 我知道 乌先生你是真有先见之明啊 在冷香亭住着的 正是郑春华正贵人 也就是太子托付给印祥的那个他 乌先生又说对了 真的是宫廷丑闻啊 太子印仁一回到自己的府里 就被张廷玉给带走了 感情当夜还不仅仅是宫廷丑闻那么简单 太子的一个名叫领普的手下 居然拿着太子的调兵手谕 领着两千兵马把承德离宫给包围了 这是要政变的节奏啊 所以康熙才停了太子的一切宴席 一个外人不敢用 只敢用自己的几个儿子 负责皇宫的保围工作 并且祭出终极杀器 纯令狼瘫 敬住八大山庄 这个狼瘫啊 历史上其实并没有这么个人 在雍正皇帝的这套书里呢 狼瘫 武丹 穆子旭和魏东廷 都被设定为 是当年帮助康熙 秦拿敖拜的不酷少年 个个都是康熙的死党铁词 但是在青史里面呢 对于当年秦拿敖拜的那几个人 是没有具体的姓名记录的 因此呢 这些人名都是虚构出来的 但是魏东廷和穆子旭 这两个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 而且很可能呢 就是曹银和李旭 曹银和李旭 这两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曹银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曹雪芹的爷爷 而李旭呢 则是曹银的大舅子 也就是说 李旭是曹雪芹 他奶奶的哥哥 是舅爷 这两个人 特别是这个曹银 和康熙的私交是非常好的 但是狼瘫跟武丹呢 就是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了 按照书中的描写啊 狼瘫是康熙最信任的侍卫之一 于是呢 康熙就命他组织了一支 大约三万人的秘密部队 这支部队呢 平时就驻扎在成德的附近 只听命于康熙本人 并且全部由骑兵组成 是康熙保命的最后杀手锏 今儿就派上用场了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张廷玉就对康熙说道 再仔细看太子的调兵手谕 笔记似乎也有问题 却不料在这个当口 大个印之一看太子 倍废在即 便觉得自己有望成为新的太子 于是他就上窜下跳的 在康熙面前极力表现 并且建议康熙干脆除掉太子 康熙立刻叫所有的儿子 都进屋来 一是宣布自己已经决心 废掉太子的决定 二是将大个印之的毒计 当众讲了出来 并且大声的骂道 像你这般无情无义 飞扬浮躁 潜力薰金的蠢猪 居然也想当太子 三阿哥印之一向与大阿哥不合 于是他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 落井下石说出了一桩秘密 原来大阿哥印之早已 寄予太子之位 于是他就在暗地里 用眼镇之法祸害太子迎人 二哥神志不兴 就是你干的好事 大哥把一个什么东西 藏在二哥的枕头里 什么东西啊 写着二哥的姓名 和生辰八字的小人 眼镇 眼镇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巫术 具体的做法有很多 比如说制作这么一个人偶 然后写上某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再扎上针 放到被诅咒者的床下 然后那个被诅咒的人呢 就好像着了魔一样的生病了 康熙一听这话 真的是给气疯了呀 指着大阿哥的鼻子骂道 我先不问你那些形同猪狗的行为 指你今天要杀害你的亲弟弟 你就是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衣冠禽兽 随后他便下令逮捕大阿哥 消去其一切爵位 永远圈尽 由于十三阿哥印祥今晚撕见太子 有牵连到政变中的嫌疑 也一并遭到逮捕 然后康熙又咬牙切齿的说到 还有那个撒野的奴才厄伦代 立刻把这个王八蛋都打发出去 到赵峰春的营里去当参将去 众人听得莫名其妙 怎么这里还有厄伦代的事啊 后来大家一打听才知道 厄伦代昨天晚上吃多了酒 在康熙的寝宫外头撒尿 还和刘铁城对着骂街 惊了圣架 康熙气得睡不着 才去的冷香亭 恰好撞上太子和郑春华优惠 当场捉奸 原来这么大的一场宫廷变故 竟是由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引起来的 最后康熙痛心的对他的这些儿子们说 当初我们满人入关的时候 八起子弟兵才十二万七千人 加上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降兵四万一千人 总共才十六万八千人 而李自成的兵仅在直立的就有一百一十万 再加上南明和各地团练的汉军 总数约三百万上下 十七万对三百万我们是靠什么打赢的 靠的就是团结 而汉军则是各怀一致一盘散沙 我们击溃了李自成 别的汉人非但不管 反而还高兴 时刻法守扬州微如雷乱的 黄襄的兵近在咫尺却坐壁上官 汉人们丢了天下去丢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这就是天意 如今汉人有多少 一百兆还多呀 我们这一百多万万人混在里头 就跟撒胡椒面一样 可是你们今天还要这样闹家务 这就叫自杀呀 你们懂不懂 照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要被汉人打回满洲的呀 说着说着 悲从中来 康熙竟忍不住放声大哭 此时外面天已大亮 局势也已经被彻底控制住了 康熙就放阿格门各自回府 经过这一晚上的折腾 阿格门又累又饿 印娥更使一个劲的埋怨自己府里的人不懂事 不知道送点点心和衣服过来 然而众人却见狗儿和坎儿 率领着四爷府的侍卫们像标枪一样的笔直挺立在雪地里 还给印真印翔兄弟准备好了厚衣服和轿子 印真回到了自己的府里 向乌先生详详细细的叙述了这一夜所发生的全部的事情 乌先生略意沉思悠悠的说道 我看那份太子调兵的手艺很可能是十四爷干的 两个人这正商量着呢 忽见年庚瑶近来回话说 万岁爷叫三爷四爷和八爷立刻进宫去陪太子 乌先生叹了口气也说皇上和太子还是有情分的 此时害怕有人加害太子 竟然用了三个阿格去保护他 印真离开之后呢 屋子里就只剩下乌司道和年庚瑶两个人 这二人一站一坐似乎有点无话可说 这个年庚瑶啊 对于乌先生一直就不服气 心想这个穷酸瘸子才来了不久 就如此受四爷的器重 于是呢他就调侃乌先生 他说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啊 我就常常想起您 人品学识至谋都不是常人所能及的呀 但是很可惜啊 您却把自己混成了这个样子 不然的话庙堂之上还少得了您出将入相吗 乌先生听了这一番刻薄的讥讽 不禁一笑说 医不自治 所以才有离铁拐 有孙殡 那是没法子的事情 乌先生知道年庚瑶不服 于是他就用话点拨他 说你这个人呢 才能过人杀伐决断 是个人才 将来可以跪及人臣 但是你胆子太大 残忍多疑 如果不加以收敛 将来必有杀身之祸呀 你以剿匪之名 学习了一村子的良民 不过就是为了筹集军饷 你西征的时候 先斩后奏 杀掉了陕西总督阁里 难道不是为了报私仇吗 这一番话说的年庚瑶 惊讶不已 这些都是极其秘密的事情 他不明白 这个瘸子是怎么知道的 他下意识的摸了摸佩刀 骤然间一股杀气涌了上来 此时只见乌先生架着双拐 一边在屋子里面夺步 一边不紧不慢的说 不要玩火 我这是一片好心劝你几句 你我两个人都是为了四爷效力 都是为了天下设计 你跟我一个瘸子 哦哪门子气呢 你记住了 心存善念 你可以与古之良将匹配 灭此良知 则地狱之社 正为私人呢 你自己心里要有个数 此时年庚瑶对乌先生 已是五体投地 从此再也不敢生轻视之心了 废掉太子 譬如秦师其路 废一个自然就得立一个 于是呢 一场阿格门争夺皇位的好戏 正式开罗 咱们下期接着说 用灯争夺皇位的好戏